國團主有照片的資金 這次的照片集團是利用 民航教館館 設計的好禮品 說可以用比較少的介紹買一萬 才會用更大的介紹買出去 台東一間商店就讓片二十萬 京鳳現在已經在調查 第一件想法裡面 有化妝品這些東西分到米露 這都是照片集團說的 可以少少買到 才幾個買出的好禮品 說騙的是台東日本一間店 他們落到這位找到的報 三位清朝哪是說不完 說是台東民航站蔡北人員 有夠好禮品 可以用比較好的介紹買出 而且就要讓這個老闆相信 又跟騙說 民航站都固定第一次做成立 結果老闆娘二十萬 把對方針十三相 老闆也只能檢查 其中一相保護 這裡面的東西 也跟這個拍檔說的完全一樣 但是這三位拍檔 拿到錢就帶這隻客人車 光營走 六位老闆又跳開機台 來抓上了 發現並沒有參與 這些拍檔說的 有介紹比較高的橄欖油 算算的全補的東西 也只價錢三萬塊 這個老闆發現不到 冠軍報警 但是在台北已經發生 已經三點前 京方這個燈骨 優寒的算數對著 現在還沒抓到這個 照片集團 而且這拍檔可能會用 一樣的方法 再去檢驗 警察調查發現 台東平行站根本就沒有 財布的觀光好禮品 這拍檔就是利用民眾 消他們心態帶來的檢驗 希望民眾拿到 一樣的事情就要先走 才不會放檢驗 記者 綜合報導 ека 谢谢大家